二战中最大的战略舰 耗资1500亿日元 一炮能打42050米 它是世界上最大的战舰 它曾经是日本的国家象征和骄傲 它就是耗资1500亿日元号称 永不沉默的海上巨兽大河号战略舰 它在建成后就成为了日本联合舰队的旗舰 然而这艘被日本海军捧在手心 位列金字塔顶端的巨型战舰 为何最终沦落到被拿来执行自杀性作战 在遭到数百架美军战机群殴后涌沉海底 这一切还要从1931年说起 此时已经跻身世界海军强国之列的日本 终于下定决心开始拓展自己国家的版图 秘密筹划发动战争 已经称霸太平洋的美英海军 自然而然的成为了日本海军的假想敌 但日本本身是一个工业基础薄弱 资源匮乏的国家 所以当时的海军司令部认为 既然不能在军舰数量上超过美国 干脆就在体积、威力、质量上进行弥补 倾全力打造一艘或者几艘超级战舰 用来威慑和抗衡美国海军 1935年10月下旬 日本海军司令部内 被称为日本造舰之神的前海军技术中将 57岁的设计师平贺 让博士展示出了自己设计的超级战舰图纸和模型 时任日本海军大臣大脚曾声看后叹为观止 大家赞赏 这艘被定位为大河级战列舰的超级战舰 总长度263米 宽度接近40米 排水量达到了72,810吨 比美国最大的伊阿华级战列舰还要重30% 1937年11月4日 位于日本广岛无视的海军造船场内 世界上最大的战舰大河号战列舰在挖出13000立方米泥土的基地里 正式开始建造 时隔5个月之后 在长期的海军造船场内 日本又继续打造了大河级的第二艘战列舰 大河号的姊妹舰武藏号 大河号开始建造后 平贺让河海军技术部为他设计了九门三座三连装的主炮 主炮长21米 直径达到了惊人的460毫米 这是有史以来安装在战列舰上口径最大的火炮 经过测试 460毫米舰炮 使用91式穿甲弹 45度 仰角最大射程 达到了惊人的42050米 炮口出速度每秒785米 是超音速的两倍 如果换装三式对空弹 最大射高可以达到11900米 主炮发射速度为每两分钟三发齐射 全机械化装填 在300米的距离内可以击穿任何一艘战列舰的主装甲弹 除主炮外 他还配有两座三连装155毫米的副炮 12座双连装127毫米舰炮 156门20毫米舰炮 此外还配备了7架水上飞机 可以说大和号的火力配置 已经超过了世界上任何一艘战舰 除了在攻击端配置顶级武器装备外 大和号在防守端的配置同样是顶级的 它的装甲总重量为21266吨 装甲带可以承受自身460毫米主炮 在3万米距离上的炮机 另外 为了防止玉雷和水雷攻击 大和号在船首和船尾划分出了1147个防水隔间 必要时可以将其封闭 或者任其淹水 可以保证大和号在船身有破洞时 仍然可以保持稳定 但这些防水隔间设计并不科学 最终成为了大和号沉没的重要原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